各位早晨 這一齣 Jennifer Lawrence 的《Red Sparrow》 我在看之前的簡介是 Jennifer Lawrence 是做一個 俄國很厲害的女特務 所以我看這個簡介 我一開始就對這齣戲有一定的戒心 因為之前有些很紅 女明星去做女特務的電影 通常只是一般 比較久之前有 Angelina Jolie 出《Sort》 我覺得很一般 她想扮演女版的Jason Bond 結果很失敗 比較近期有Charlise Ferrand 《Atomic Blonde》 她扮演女版的John Wick 又是一般 又是一般 所以我當時就想 如果這齣戲 將Jennifer Lawrence 變成一個打女 即是一個女人做的 占士邦電影 我覺得我沒有興趣 所以我一直沒有去看 沒有去戲院看 她出帖 我也不太興趣 但昨晚就看了 最初這齣戲 一開始看的時候 我是有些驚喜 另外我是有些期待 她這齣戲的故事 就是講 Jennifer Lawrence 她本來是一個跳芭蕾舞的女生 是俄國女生 她在戲裡面很多都是講英文 但她會帶有俄國的口音 她整齣戲都是扮演那些口音 沒什麼違和感 她就做一個很漂亮的 跳芭蕾舞的女生 後來因為一些事 她被國家召喚她 加入了訓練特工的部隊 其實她自己未必是想加入 但因為各樣生活上的問題 她半推半就 在不太想的情況下加入了 所以這齣戲 第一段是說 鍛鍊她成為一個特務 然後就說 她給了她一些任務 然後餘下那齣戲 就說她如何進行任務 她不只是說任務 因為她知道國家利用她 所以整齣戲都是說 她如何為自己打算 在進行任務的同時 她亦需要保護自己 說她最初做特務的生涯 這齣戲 為什麼我一開始會覺得 有些期望 是因為這齣戲 一開始的人 你會發覺這個女生 是不懂得打的 最初一開始 剛剛接受訓練的人 她不懂得打架 我一直都很期待 會不會有幾幕 講講Rocky的Montage 講她練武功 或者學一些暗殺技 誰知道沒有 她真的不懂得打的 但是 所以這齣戲 是說這個女人 她的武器 就是她的腦 即她當時的快速反應 不是一齣打架的動作片 所以 在那一刻我就留意到了 原來我一開始 意會錯了 這齣戲一點都不像Sort 也不像Atomic Blonde 完全不是那種戲種 所以看到這齣戲 我是挺有興趣的 我是期待看她 會不會有些很嚴重的困境 她怎麼走 那些場景也會很有趣 但是我覺得很可惜的是 這齣戲是超長 這齣戲一開始的時候 我看到 哇!兩個半小時 這些戲兩個半小時 有沒有搞錯 如果這齣戲要兩個半小時 你真的要像魔界那些 Law of the Rings 那些格局才值得 真的要我花三四個小時去看 兩個半小時 我都看完 我看完之後 跟我初一開始的感覺 第一印象是一樣 是太長 這齣戲一開始的時候 是勾起了我的興趣 我是有興趣看的 但是因為這齣戲很長 他講了很多細節 很多細節 跟故事不是完全有關 尤其是他不斷跟你說很多事 而最後就算是有 走在一起也好 但是因為 你初一開始看的 是已經兩個多小時之前 他中了那些種子的故事 最後你會看到他成長 但是已經加了兩個多小時 加太遠 已經不是那種感覺 所以對這齣戲來說 我不是抗拒他所有很長的電影,有些電影是值得長的 但我覺得這齣電影的片長是累了 不應該是太長的 他最初有興趣,看到最後變得很沒興趣 這個故事越拖越慢,反而越拖越慢 故事應該是走向高潮 他中間拖了太久,到最後有些奇蹟,扭桥 到那一刻我已經很累了,接近不太想看 所以這個故事令我有點失望 但他的演員是不錯的 Jennifer Lawrence是相當不錯的 不是最好的電影,但也不錯 我覺得他做什麼都很好看 他做配角都很好看 所以我覺得這齣電影最好看的就是Jeremy Lawrence Jennifer Lawrence也不錯 也不錯 如果你貪看他拿路鏡頭,我不知道為什麼會貪這些 因為網上有他的裸照看 如果你貪圖看他拿路,這齣電影是有路的 這齣電影是睡覺的 但我不覺得這是什麼特別的賣點 我對這齣電影最初令我期待很高 誰知道就慢慢走下坡 所以我給他的評分就是C 又不是冷氣來的 看看也很無妨 但那個期待也不要那麼高 好看